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对他的问题是说 我们工作经常会碰到一个情况 假如是女的领导比较能够合作起来 还是男的领导回到办公室里面 我本来是想说 在你这么多年的事业发展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跟男性合作还是跟女性合作 比较方便 比较适合 还是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是有这个好奇 很奇怪的 当然第一我本身比较没有所谓的老板 主管比较少 可是我们还是会有分跟男人合作女人合作 我不能说这个是百分之百 有的时候因人而异 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个性造成的 可是我真的是比较 觉得有的时候 男人有某种的面子问题 尊严问题 是我必须要跟他们工作的时候 我必须要小心的 要注意 他们需要赞美吗 他们需要去呵护 真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 他会给你一些 就是譬如说有的时候 他会给你 给 不是说是给我 现在可能是给我下面的工作人员 一些困扰 有上面下来的困扰 那些人就很紧张 就这个东西 老板怎么怎么 老板对这个有意见 然后我就会去看他这个问题 他提出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会给这样子你一个难题 他为什么给你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我看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他其实要的是你给他的一个尊重 他希望你去直接跟他讲 而不是由你下面去跟他讲 你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 他要的是一次某种的就是面子了 那我就说 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就会马上做个调整 我就自己去面对这个东西 那反而是你碰到女的主管的时候 比较少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大家就说 赶快解决问题 我觉得用 或者是我跟很多女性的 我们电影工作者来工作的时候呢 我反而少碰到女人去 去产生太过多的 面子的考虑 不是 是那种摩擦 或者是一些不必要发生的一些 一些问题 反而就是直接 就是有个问题来丢来 他来以后 什么方式最快解决的 就把他解决了 那而不是说去说 那这个这样子好不好 那样子好不好 反而把那个事情复杂化了 那你看我的感觉呢 跟你就正相反 相反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呢 就往往这个 呃 我喜欢有女主管 女上司 呃 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好对付 但是这也就是说明 跟男的 我觉得工作是工作 可是我恰恰相反的是 我就发现呢 我跟这个女主管呢 我要让他感觉到什么呢 反正是亲亲爱爱的 嗯 那他很好 他很有能力 女人需要赞美的嘛 我感觉到你你你你赞美他 他顿时就变得精神失足 而且什么事都好答应 这又是什么怎么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一样的嘛 所以说 就看来男女是一样 是其实就是一样 其实说 其实女人就是怕男人看不起他 男人就怕女人看不起他 哎 可是没有 可是倒过来看啊 我觉得我也比较喜欢有女主管 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 不是比较好对付 是比较能够呃 可以吵架 因为工作起来啊 不管是谁 谁会抱怨谁啊 总有一些摩擦啊 跟女主管或者说女下属了 你吵完架 可以在重庆破镜重圆 没错 可以能够吵完架算了 大家喝杯咖啡 或者说甚至把那个事情 当做笑话讲一讲这样 或者说甚至送一个小礼物 有些女主管 跟你吵完架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好像表示他的内疚 男人你到一个点 一吵完架 我觉得这算嘴巴不提啊 可是心里你觉得那个裂痕就在 你知道吗 不容易啊 我觉得那个那个男人比较 男人就是这么 比较容受伤害 就就就真的还真是这么回事 所以就是两个太刚强的人 这样碰在一起 那就是一定是 一折就折断了 你碰到女人 就至少有个地方是柔 他最终有个地方 可以稍微跟你缓和一下 缓和 也就过去了 对啊 而且就像夫妻打架一样 也不计隔夜愁 闹一通完了 这很容易恢复 可是我也听说 很多男人怕有一些女的强人 因为他们说他们搞不懂 这些女人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会不会这样子 指的是在工作中 还是交往工作中 工作中 因为我们的工作 你讲工作 其实工作有的时候也就是 有的时候也就是一种生活 也是一种交朋友 你知道吗 因为有的时候你工作的伙伴呢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常常要面对 大家有时候变了朋友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真的说 其实蛮怕跟一些太过于强的女人 你根本搞不清楚 她到底是不是真心是这样子 那种所谓怕我经常怀疑 会不会其实是嫉妒 其实心里是那个嫉妒 那个女主管 那女人讲权 是那个自己有很多地方 给她比下来 被她压下来 那个是嫉妒 也是面子问题 我是觉得说 就算那个女的不是你的上司 你看到她那么有权 那么有地位 你心里男人还是会嫉妒 那另外我觉得江爱嘉刚才提到说 工作也是生活嘛 有时候也会交朋友嘛 我就马上想到 可能这个就是女性的观点 你问文涛 她凤凰有没有朋友 男人在办公室 好像不容易有朋友 你说的这有科学研究做证明的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 欧洲做的一个研究 就发现了 男人去上班去工作 他比较在意的是结果 果真如此嘛 就是这个工资 或者说这个工作 能不能做的成功 我能不能获得这个荣誉 名誉 男人在乎的是这个结果 但是呢 相比之下 女人比较能够享受上班的过程 就每天上班 也就是说 女人也比较在乎 办公室里的关系 她就 她比较享受这个过程 比如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你让她不上班 她可能想到的就是收入没有了 她是很直接的 但一个女人来讲 你不要上班了 她的一种生活没有了 好像女人天然的会偏重于这种生活 把工作当生活 这个我倒非常同意 女人是某一种浪漫 还是对接动性是某一种的浪漫的一个感受 对 你比如我有时候听一个女孩 我就会感觉 她会觉得 今天我们大家开会 很开心 我们的老板讲话 一种气氛 我们都很激动 我们一起要去做一个什么事 我听着我就笑 我说老板的理想可不是你的理想 就像我做这个舞台剧 我的感受就是我好像来谈了一场恋爱 因为你没有这种热情 这种爱的话 你不可能这样去撑这么多东西 你不可能什么东西苦都要吃下来 人家认为那个是这么辛苦的事情 你不觉得 你觉得这个是一种享受 真的就想轰轰烈烈出去 就管她的 有多少观众来不知道 去吧 你知道 其实 女人就是有这种 我要是老板最喜欢这样的女人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 就咱们刚才说到 这个女人 你就说你弄的这个华丽上班族 这个系里给她上面还安排了一个男人 是她的丈夫吧 是 她的离了婚的丈夫 离了婚的丈夫 这个 你就是说一个女人 她不管她当到了总经理 当到了CEO也好 甚至当到了副总理 咱们无疑前任的副总理 那是我很敬爱的一位女性 可是呢 你说这个女人要做到那么高 那么这个作为男人 确实跟她怎么相处呢 有的时候 或者说她的 假如是她的丈夫 假如是她的什么 我写这个 这个角色呢 当然就是因为 这个男人当初有 有出过鬼 所以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她突然间就对爱情这个东西 她有点破灭 可是她觉得她 当她的丈夫就求她留下来 那她留下来的原因 就是说好 我离婚 可是我留下来 她觉得这是一个报复的手段 她留下来是什么意思 留下来帮她继续工作 留下来公司里面 因为她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 当初她丈夫爱上她 就是觉得这个女人真好 可以给她打拼了 那她留下来了 那她继续帮她打拼 那这个男人也很高兴啊 这个女人继续帮她打拼啊 可是她就是永远就是让她心里 永远对她有愧疚 可是她也一辈子离不开她 那是女人的毒啊 毒啊 毒啊 你受不了她有外遇 你知道那个干脆就离了吧 可是她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种 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 女人那种自我的折磨 纠缠 纠缠 你看我就觉得很少见到前夫 找前妻的 但是前妻找起前夫来啊 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一定夫妻 就是有的时候女朋友 你会发现以前的女朋友 就找你啊 好像对她来说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或没有什么障碍的 是吗 你说男人不会这样子吗 男人比如说 我要去找个以前的女朋友 我会想一想 就是还要不要 你想什么呢 你觉得面子上挺 不是就是不见面为好吗 就是就是你这样 不接触为好吗 那一定是当初是你的错 没有那跟我听起来的经验 好像不一样 我听起来很多 男人去找回以前的女朋友蛮多了 男前夫去找前妻也蛮多了 当然去找 你要看他要找什么 很多就是想说找 还是想跟他有个一夜的浪漫 那说重新来再有发展一段 可能有幸没爱的关系 经常听这种事 那可是女的话 当他不管是女朋友还是太太 一分开就蛮决断的嘛 不会再找他的了 就是说你来找我 我也不是说再找他好 不是说再找他好 我主要说 比如说他的工作 他要需要找前夫帮忙 他拿起电话 可能就就就就 他他不觉得这有什么 好像前夫 或者说电脑坏了 电脑坏了 以前的男朋友会修电脑 过来修电脑 他他这个就没有问题 但并不表示就要给你和好 那当然了 你不能分了手 你得换来打电话说 来煮个公仔面 给我吃 不会糟糕 这个地方 我饿了 来煮个宵夜吧 前妻 他管你了 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 对男女的评价 他并不光是中国 世界性好像都存在 你刚才说那个 我就想起 我看过一个就是芬兰 芬兰女总统 你看芬兰女总统 和他的这个丈夫 两个人 实际上是同居了十多年 当年好的时候 就同居没有结婚 可是到后来 他当了女总统之后 关于他丈夫的称呼 成了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总统办公室说 就说那么以后他出访 出国 那就称呼他这个 总统的丈夫好了 但是全国一半人不答应 说他没结婚 没登记 怎么能叫丈夫呢 于是全国民意调查 就发现这有意思了 有什么25%的人建议 就叫总统的男人 有25%的人建议 叫总统的生活伴侣 我觉得这是我们 总统的生活伴侣 最后迫于压力 就是说这个问题 成了个国家问题 两个人不得不结婚了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用内地的 称呼最好 总统的爱人 多好啊 模棱两可 爱人 总比总统的情人好 翻译为英文 也可以说情人 也是lover lover 可以是爱人 可以是情人 对 你看 他给我们指向 未来的一个方向 有可能女总统再出现 黑人总统出现了 也有可能女总统出现 那么那个时候 就所谓一个公司里 一个女强人 做到巅峰的女强人 那么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对 是不是 文涛世界啊 你讲到未来的方向 我要讲到 想到最近一件事情 我觉得世界是 往美好的方向变的 以前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不是香港有个 超级大富豪的儿子吗 生了个小孩 然后不结婚吗 李泽坎 咱们来看看 这个分享一下 这个嘉辉还知道 这是跟梁洛诗嘛 生了这个孩子很可爱的 现在香港人一聊 就说这孩子是1000亿 1000亿比比 再看第二张 1000亿比比 很可爱 这就是香港人的那种词 叫含着金钥匙出声的 没有 我眼睛看到了 倒不是他们浅的问题 是觉得说 以前是绝对不容许 也不敢发生这种事 说你是超级富豪了 全世界甚至很多人 把他父亲李嘉诚 视为偶像 我记得连续好几年 在中国大陆 访问大学生年轻人 你们心中的偶像是谁 除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之外 就是李嘉诚了 觉得说我要成为李嘉诚 李超人 可是他的儿子 居然还没结婚 就生小孩了 而且还公开 大模大样的这样公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改变 就把旧的那种 好像传统一定要结婚 才能生小孩的种种 这种东西就产生了 把它剔开 而且由一个偶像人物的第二代 来做这种示范 我觉得整个社会 从这里要看出未来的光明 我很认同 这是个美好的改变 这是需要有一些事情 让大家明白 现在的世界 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选择 对吗 但是呢 但我觉得奇怪的 就是香港人聊这个事 你听起来就有意思 全是说什么金归序 然后又是说什么 嫁入豪门呢 然后就是说 他接下来要嫁入豪门的话 需要经过一关 两关 三关 四关 因为这大伙人家 就怎么怎么样 哎呀 我就觉得 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 是叫小市民吧 小市民道德观 小市民价值观 或者这么一种 东家长 东家短的 这种这种 这种观念 开始帮你们家算遗产 全是这么聊的 因为他们自个儿 可能没有东西可以算 所以就算别人的东西 没有 香港就都是对数字 非常着迷了嘛 比如说算遗产嘛 任何一个女人站出来 旁边一定是写她三围多少 对不对 比拼一下 这个 可是香港的好玩在于说 一方面你看到这种小市民 甚至有点很熟不可赖的观点 的评论 可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看一下笑一下就算了 不会太认真 不会太去讨论这个 所谓的道德事情 我倒过来 想说这种事情 假如发生在台湾呢 可能社会舆论呢 就会给李泽凯压力了 就说没结婚 生小孩这样行不行 这样会不会有 对于婚姻制度 有所破坏等等 这会有那方面的讨论出来 香港连这个都不讨论了 好像你就选择吧 你喜欢不结婚生就生吧 只要你有能力去养就好了 我觉得这种可以看出香港的自由 跟多元的性格 对 是吗 你觉得台湾会有 有这样子的压力存在吗 我看到 你是台湾人 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台湾现在 我不知道 就是当 因为我 这个事情方式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报道 也没有看到台湾的报道 我并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现在大家也蛮 所谓就蛮 就是开放了 开通了 开通 就是说 大家认同说 一个没有娶 一个没有嫁 两个相爱 生了个孩子 对 不挺好的事吗 至少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自由 对吧 我们帮人家算算遗产就可以了 别的不用管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咱们就是说起 这个婚姻恋爱 这些个事情 有一个叫别人的眼光 就是外人说什么 可是我觉得外人说的 你就会发现 很有意思 他恰恰漏掉的是一个 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事 感情 感情 当然这个也是外人 绝对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 所以大概他们只能聊 除了这个之外的事 但是你会发现 除了这个之外的事情 外人去聊别人的这个事情 就会变得很变形 好比说 他找他 那当然了 他们家多有钱 这个女的没钱 那他们家怎么知道 他婆婆能接受吗 你看外人聊起天来 聊的都是这些个事情 但是人 我又知道很多人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 我都觉得很悲哀 我说你这个老婆 是为了谁找的 是为了自己找 还是为了你的朋友们找 我觉得其实很荒诞的 他们不负责任的 明白吗 全是会说你找这老婆好 你们离了婚 他也不负责任的 为了朋友找老婆 我也没听过 不是有些女的也是为了朋友或者家人找老公 你说他的条件是不是 条件 就这些 要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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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怎么样 妈妈同不同意 这个说不说好 那个说不说好 那些是个考虑 比方说文涛说了 外人完全不知道 我们只能看到说 因为实在 比方说财富背景相差太远 社会地位相差太远 当然我们往往 包括我会狗眼看人爹 会觉得说一定是贪图人家的钱等等 可是倒过来看 后来就想一下说 有钱有罪吗 第一个 就算爱钱 那又怎么样 有钱 有钱是什么意思呢 有钱往往会延伸出很多其他的魅力 我举个例 比方说有钱人坐下来 跟你讨论说 我明天想买一台飞机 你说买哪个型号好了 就从这个切入了 他就可以跟你谈很多飞机 航空的型 飞机的型号 航空的历史等等 或说他想事情 我就烦恼一个事情 我应不应该买下拉东大厦 然后再买拉东大厦 在两个大厦 大楼底下打个地道 什么 很多大格局的事情 可以跟你讨论 那个这是魅力 那种大格局 这是魅力的所在 玩的高度都不太一样 人家这一说 就是说开着私人飞机 带你在香港上空 看香港夜景 是不是这对你 我们跟文涛讨论 到底坐电车 还是坐公车 去油妈地哪个大排档 吃 可是这个也 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 也就是让很多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媒体上 不管报纸啦 杂志都在讨论 都在报道 关于这样子的成功人士 这样这一段很多成功人士 可是让大家的 所谓的 很多一般老板戏 看了以后 就变得眼高手低 没错 是不是 就是你永远觉得 那个目标 好像set的好高好高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 然后又觉得 那不如谈论别人比较多好 是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价值观就有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是 他们的价值观 突然间就不见了 自我的价值观就不见了 那反正就永远用别人的 那个最成功的 那个人的价值观 变成自己的价值观 那他那个人在哪里呢 那我就是一般的 一般 就像人家说 谁是天才 这世界上天才太少了 如果你认为说自己不是天才 就是没有天分的话 那就完了 是的 而且现在这个网络社会 我就发现了 你什么都知道了 过去某些社会阶层的生活 是你不知道的 你现在就能知道 就包括看韩剧 他知道要找 叫什么豪门恩怨 我觉得现在电影电视 搞这个东西 真的是让他树立了 这么一个标准 好比说一个平家女吧 一般家庭 他知道长得美貌 那么他就觉得 他有个生活模式 我要住到那样的地方 就想来为您播出 我要上那样的游艇 可是真是眼高手低 可是手低也无所谓 过过干饮也好 过干饮